跟着希希老师去日本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学习衣食住行四大系列当中的第一个 在日本穿衣买衣和洗衣 我们经常学下怎么说 今天是一系列当中的第三课 第三课ですね 课题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クリーニング屋さんで 在洗衣店 我们看今天课题稍微长一点 那クリーニング是洗衣 也单指干洗衣服 干洗这样一个意思 ヤ是表示店铺的意思 クリーニング屋 那就是洗衣店 さん是对经营者 对店铺这样一个人性化的称呼 比如说我们在日本 还可以称呼一些很多的店铺 比如说ケーキ屋さん 什么呢 就是蛋糕屋 对不对 蛋糕店啊 把它人性化 它虽然本身并不是人 但是人在经营的店铺 那么把它人性化一点称呼 是习惯的用称呼方式 这里这个で呢是表示在 这样一个意思 クリーニング屋さんで 就是在洗衣店 在洗衣店 我们买衣服 然后还要洗衣服 对不对 我们今天看一下 在日本的洗衣店 都有怎样的表达和场景呢 今天希腋老师跟他一起来分享 学习一下 我们看到照片出现了 就是实景拍摄的 日本的一个洗衣店 其实呢在日本各地 很多城市都会有这样的 クリーニング クリーニング 就是洗衣店 也翻译成干洗店 也可以 干洗店 洗衣店 那么你看一下这个海边 クリーニング 在这里这个酷呢 上面有两个点点 左印的 他用这个水去表达了 是不是 クリーニング 那竖着这个旗 竖着音的クリーニング クリーニング 就是什么呢 洗衣店 这样一个意思 那既然谈到了洗衣呢 希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日语中呢 另外常见的洗衣 怎么去说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这个彩色的这个词啊 希老师给他标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洗衣服 洗衣服 它什么意思呢 洗衣服 我们平时在家里洗衣服的时候 我们叫做洗衣服 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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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大的衣服 或者就是像西装 这些在家里洗不了 我们就要到什么 クリーニング屋上 就要到洗衣店去洗了 去干洗 对不对 那第二个词呢 是水洗 我们看一下 水洗 水洗 它的意思呢 通常是用清水去洗 不用任何的洗剂 洗衣液 洗衣服都不用 我们就用单用水洗 我们叫水洗 这两个词呢 是和洗有关的两个词 大家把它记住 いいですか 皆さん 我们对他这个句子吧 文を読んでみましょう きれいに選択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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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呢 洗干净 洗脚する 在那里是动词了 那修饰动词的时候 我们要使用副词 那きれ呢 本身是一个 なけよし 是一个な使用词 也就是二类使用词 对不对 那使用词呢 要修饰动词的时候 要把它变成副词性的 一个用法才OK 因为使用词是修饰名词的 才语法还讲 那二类使用词 也就是な使用词的 副词性用法怎么用呢 就像词尾的 きれい 当那个だ变成に 然后就副词性用法 就可以修饰动词了 或者理解为 把词感 きれい 词感 交換 直接加上に 然后再修饰动词 いいですか 皆さん きれいに選択する 就是往干净上去洗 干净的这样子 把它去洗漱 那就是洗干净 这句 ちょっと長くなるんですけど 皆さん がまってください 有点长 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加油 この汚れは水洗いだけで落ちる もう一度 この汚れは水洗いだけで落ちる この汚れは水洗いだけで落ちる 水洗い就是说水洗 不用洗字 那么汚れ是什么东西 汚れ就是脏污漬 名词 この汚れは水洗いだけ だけの前面叫名词 指使用光静止 这样的一个意思 指使水洗いで使用方式 就用水洗就落ちる 落ちる 是洗掉落下去 掉了 汚れ掉了 这样的意思 皆さんいいですか 好 では 次の会話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就来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的绘画 今天呢 在洗衣店 都有怎样的绘画呢 第3課 第3課 在洗衣店 クリーニング屋さんで 我们看有怎样的绘画 好 大家看一下 今天呢 主要是礼言和店员 发生了这样一个经典绘画 礼言呢 去拿着衣服到クリーニング屋さん 到干洗店 到洗衣店去洗衣服 我们发生了怎样的绘画 我们先读一下 读一下 读一下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欢迎光临 すみません このスーツをお願いします 麻烦您 这件绘画帮我洗一下 はい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ちょっとチェックしてみますね 好的 我知道了 我来 チェック一下衣服 襟の方が ちょっと汚れが ひどいですので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領子的部位比较脏 麻烦你好好洗一下 好 我们先看第一句 欢迎光临 那在之前的系列课程中 西西老师也给大家讲过 比如说在 鞋店 在饭店 是不是 在服务行业 都会听到这句话 非常常见的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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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的时候呢 为了表示这种欢迎的情绪 在饭店 尤其是在饭店餐饮店 这样的时候呢 不愿喊会更加的情绪激昂一些 会拉床椅后面 会这样去喊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日本会这样 到日本店铺的话 大家去的话 各位听到 到料理店呢 饭店吃饭 会听到这样的 欢迎光临的喊法 大家再感受一下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这样去喊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いいですか皆さん 好 下面 立憲さん说的这句 我们来看一下 すみません この四字をお願いします 大家跟我读 一緒に読みましょう 一起读 すみません この四字をお願いします すみません 就是麻烦您 寮假您 有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它翻译成 你好 在这个情况下 你好 这个四字 この四字をお願いします 四字是什么呢 就是套装 成套的衣服 也是指成套的西装 那么这件西装 帮我洗一下 在这里 おねがします 麻烦你 拜托你 它呢 根据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环境 有不同的翻译 要灵活翻译 你在洗衣店呢 可能就是帮我洗一下 这样一个意思了 おねがします 麻烦你 拜托你 然后呢 店員说了 はい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好的 我知道了 那我们在这件课程 给大家讲过这个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非常礼貌的 我知道的说法 在饭店 在服务行业 都要这样说 对客人 那也就是 わかりました的意思 但是一般呢 他不会用 わかりました去说的 用这个词更客气 这是礼貌用语 同学们要记住 接下来他会说 ちょっとチェックしてみますね ちょっとチェックしてみますね チェック チェック呢 就是来自你的一个单词 检查 检查一下衣服 ちょっと在这里呢 一下下一点点 不翻译出来也可以 检查一下衣服 ちょっと 又复制了 チェックしてみますね 检查一下 看一看 然后 みます 点一下 做这个动作看一下 我来检查一下衣服 看看有没有问题 或者说 都口袋里是不是有东西遗忘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破损的地方 要确认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Rikenさん说了 襟の方がちょっと汚れがひどいですので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襟の方が 那在这里的后呢 像是个名词 它有当日汉字 一个方向的方 襟の方 就是衣服有很多的地方 很多的部位 在这里襟の方 特别强调指出来是领子的一方 领子的部位 好 翻译部位 ちょっと汚れがひどいですので ちょっと有点 是不是 一点点 汚れがひどい 就是污漬比较重 汚れ是脏的比较厉害 比较严重 ひどい是过分严重的意思 ですので の这个是原因的 因为领子的部位是比较脏的 当然不易出来也可以了 那这样子有个英国关系的 よろしゅ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是不是ではないんですが 次の会話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其他都没有问题 这样的意思 次は一着2500円になります 西服干洗一套2500日元 好 我们来单独分析下每一句话 確かに汚れてますね 这句话的意思 确实比较脏 確かに是一个副詞 确实的确 汚れていますね 汚れます 我们大家知道 动词了 今天的核心动词 一会儿 西老师可以讲 这个重点词汇了 他的特形加います 表示这种脏 这样一个状态的一个持续 状态一个持续 确实是比较脏的 这样一个状态了 汚れてますね 单独把masu去掉 汚れます 变成汚れ一句名詞 污记了 是不是 それでは 那么 しるしをつけておきます 在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 しるしをつける しるし什么 印记 标记 しるしをつける 标记上印记 ていじょんじゃおきます 这是今天的一个关键语法 等一下西老师会去讲 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就是为了 将来的某种目的 而现在做一些动作 将这个动作的结果保存下去 为了将来的某种目的而做的 つけておきます 就是我做好一个印记 放在那里 省得忘了 这样一个意思 等一下再去讲它 然后其他的没有问题吧 ほかのほは大丈夫ですか ほか是其他的另外的 ほ 在那里你可以例为部位啊 其他的地方 其他的部位是没有问题的吗 大丈夫ですか 非常常的 我们这样听说 没问题吗 没事情吗 没关系吗 对不对 然后立件说了 ほかは大丈夫です 其他的是没有问题的啊 市值は一着2500円になります 那我们在干洗店洗衣服的时候的 费用的话呢 一般呢 西服这样的话呢 相对很高昂一些啊 高昂的2500円啊 2500人洗一套西服 那么在这里呢 也可以 但是更多的时候 他们会使用 利拿利妈士 去表达这样一个尊敬的用法 显得比较客气 比较委婉啊 以一词来表达 对客人的尊敬啊 这样的用法 大家记住它就可以 它其实就是2500日元的意思啊 四只玩啊 就是西装 一着一套啊 2500日元 我们看一下 右边出现了个照片啊 照片呢 是两个 这样一个牌匾 左边的绿色的是 クリーニング 这是我们刚刚讲的 洗衣店 有的时候呢 也单纸干洗也可以啊 干洗クリーニング 那么在右面呢 红色的部分呢 是コエランドリ 啊 コエランドリ是什么意思呢 西老师讲 这今天的核心内容啊 它主要是指自住洗衣房 就是投币的啊 自住的 就没有人看管的 通常里面有洗衣设备啊 你可以把衣服拿进去 然后投币去洗 洗完之后还能烘干啊 那コエランドリ 那在日本很多城市 都会有很多的这样的 クリーニング和 コエランドリ 自住是洗衣房 这后呢 西老师还会给大家去讲 好 我们再来讨一下这些句子 好 我们再来讨一下这些句子 好 我们再来讨一下这些句子 好 これらの文を もう一度読みましょう 再讨一下这些句子 確かに汚れてますね それでは印をつけておきます 他の方は大丈夫ですか 他は大丈夫です スーツは一着2500円になります もう一度 確かに汚れてますね それでは印をつけておきます 他の方は大丈夫ですか 他は大丈夫です スーツは一着2500円です では次の会話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我们看一下下面の文化 好 那李安说了 はい 3000円でお願いします 現金3000日元 はい 你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500円をお返しします 好的 请稍等 找您500日元 いつ仕上がりますか 什么时候能够洗好呢 3日後に取りに来てください 请三天之后来取 来取 好了 我们刚刚说 2500円になります 皆さん覚えてますか 他还记得吗 2500日元 是不是 然后呢 李坚言说了 好的 3000円でお願い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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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您3000日元 大家记得 在付款的时候呢 如果你拿的不是正好的话 你比如说 你给他10002000 这时候你要报一下 你可以这样说 1000円で 2000円で 3000円でお願いします 就是给您3000日元 这样一个意思 好 我们看店员说 はい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那这里非常常用的一个什么呢 客套化礼貌语啊 就是请稍等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无论是在饭店啊 啊 在服务行业 在这个商场啊 如果需要客人等的话呢 日本人都会说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非常非常礼貌和客气的 也就是我们口语中呢 经常说 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或者ちょっと待って 请等一下 那服务行业肯定不用那么说 ちょっと待って 那样的说法了 那是很吃理的了 我们要用很客气的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请稍等 然后呢 呃 找他500日元 对不对 500円をおかえしします 啊 这些老师讲一下 かえします 本身呢 就是开始啊 返还还给的意思啊 在这里呢 他使用了之前语的说法啊 服务员对客人用什么之前语 就是近语的一种了 怎么用呢 就是かえします 把mas去掉啊 把mas去掉 然后加します 前面加上 哦 哦 什么什么します 哦 かえしします 就是很礼貌的之前语了啊 找您500日元 おかえしします 其实就是开始 かえします 的意思啊 开始 ます 的意思 好了 我们看一下 呃 西小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照片啊 500日元 今天讲到的一个钱呢 再次提到这个 钱怎么说 是不是 500円 那在之前的客人 西小师 也给大家讲过 也给大家讲过 这个日本钱的面值啊 简单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大家还记得吗 最大的面值呢是一千万元啊 一万日元 它是紫币的 接下来是 go sen sats 一千万 sats go sen sats 5000日元 接下来是什么呢 ni sen sats 2000日元 接下来是 sen sats sen sats sen 就是1000日元 这些呢是纸币啊 15000 2000 1000是纸币 然后接下来呢 是硬币啊 我们叫钢板硬币是不是 最大面额的是 go hen 500日元 就是照片中出现的 正面是500日元 它都写了 heiseju sang 然后平成13年 然后呢 背面啊 写着 日本狗股 是不是啊 go hen 日本国500日元 最大面值的 硬币是500日元 接下来呢 还有这个 100日元 下 koyen 然后呢 小编下来是 go jiuen 50日元 然后呢 是 jiuen 10日元 接下来是 go hen 5日元 最后还有1000 1日元 这样的一个面值了 比较多一点 好了 我们看一下这些句子啊 再来一起读一下 はい 3000円でお願いします はい 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500円をお返しします いつ仕上がりますか 什么时候能够洗好呢 仕上がります 今天的核心单词 大家再看一下 3日後に取りに来てください 取りに来る 来取 是不是啊 请申請之后来取 では 次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核心单词啊 重要是会 第一个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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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这个a是小的 7和s 就是check check check これは英語から聞いた言葉ですね 是英文过来的一个单词哈 どの意味でしょうか 皆さん知ってますか 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吗 哎 他的意思呢 就是检查检验哈 我们在之前呢 呃 住啊 那系列可能当中 西达给大家讲过这个预约宾馆啊 那个课室里面 我们去到这个单词了啊 那个时候有check in check out 是不是啊 check in check out 那什么意思啊 来自英语的了 就是入住 登记入住宾馆啊 check out 那是退房的意思啊 接着这里呢 它的含义呢 是检查 啊 检验这个意思 我们看一下句子啊 比如说 check が厳しい check が厳しい check が厳しい 啊 check が厳しい 什么意思啊 就是检查 严格啊 检验 严格 这样一个意思啊 check が厳しい啊 check が厳しい 厳しい 检查非常严格 是不是 我们看下面这个单词啊 よごれる 绿色的 よごれる 显然是一个动词了啊 看到到汉字 我们就知道他的意思了 よごれる 什么意思啊 よごれる 就是 脏啊 污迹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照片 比如说 我们看这个衣服啊 都被这个涂乱弄脏了啊 就よごれましたね 啊 就是脏了啊 动词 那去到这个路啊 よごれ 是名字 污迹的意思 我看 底下出现一句话啊 一起來读一下 一声読みましょう ね 白衣服は よごれやすい 白衣服は よごれやすい 皆さん知ってますか どの意味でしょうか 这什么意思呢 白衣服 雇名是什么 白色的衣服 对不对 白衣服は よごれやすい 白衣服は よごれやすい 白色的衣服 怎么的啊 爱脏 よごれやすい 有一个 动词的一个语法 就是将他的 去掉ます 然后将 やすい 或者是 にくい 这两个词 分别表达 意语 做这个动作 和 难语 不容易 做这个动作 比如说 よごれやすい 就是 容易 愛脏 这样一个意思 啊 再比如说 我们说 拿一支 圆珠笔 写字 好 このボルペンは書きやすいですね 書きやすい 我们知道書きます 初级单词 大家都知道了 什么写 书写 書きやすい 在这里翻译成 好写 好用 就这支笔呢 写字 写起来非常好用 啊 写来非常的舒服 啊 那么書きにくい 可能就是不爱出油啊 很卡呀 这样写不出来字啊 这样的 就是什么書きにくい 不好写 不好用 就这个笔呢 非常难用啊 やりやすい 好做啊 做什么事情啊 比如この仕事はやりやすいですね 这个工作很好做啊 やりにくい 不好做啊 这样一个意思啊 那是一个用法了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 是よごれやすい 就是容易脏啊 白色的意思是容易脏的 好了 我们多说了一点 透达了一个小语法 是不是 我们再来看下个单词啊 红色的啊 しるし いですがみなさん しるし啊 しるし什么意思呢 印啊 顾名字 就是印记 标记的意思 我们看照片出现了 很多的这个しるし啊 不是 你看看下这个雨傘 一般在这个商品のダンボル 这个商品的这个纸壳上 包装上 是不是啊 印有这样的しるし啊 标志 比如说这个怕水啊 这个是怕帅啊 这个向上 是不是啊 这些标记啊 我们叫做しるし啊 那么标记上这些标记 记上记号 我们怎么说呢 就是しるしをつける つけます 对不对 在这里呢 有个星のしるしをつける 记上星星的标记啊 标上星号 标上这个标记啊 しるし啊 星星のしるしをつける えっと では次啊 一早 这个单词啊 读一下啊 读みましょう 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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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一套 这样的意思 衣服 是一个数量词了 好 比如说我们看 四着一着 です これは 这是一套西装 有衣服 有裤子 啊 那么我们可以说成 十字一着 一套西装 或者西装一套 这样翻译一个一着 一着一着 我们都知道这个 他是着啊 或者是着着 着着着着 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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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衣服 对不对 着着通常下 有穿衣服的意思 那 一招一穿啊 这样理解下也OK 一套一套这个意思 いいですか では次の単語に行きましょう 我们下一个单词 仕上がるいいですか 仕上がる 仕上 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呢 就跟出来上がる 出来上がる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同意思啊 出来上がる什么意思 完成弄好 仕上がる也是做好 完成弄完 这样一个仕上がる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出现个照片 これは新看赛美台ですね 这好像是新看线一样 这咱们中国的高铁了 高铁 那么如果他出厂完成的话呢 我们就说仕上がる 做好了完成了 这样一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句子 工事が仕上がる 工事工事工程 工事工程仕上がる 指的是工程完事 就是竣工工程竣工 我们叫工事が仕上がる 可以翻译竣工的意思 完成了 这样意思 いいですかみなさん では これらの単語を もう一度見ましょう 这些端子 あと文ですね 还有句子 他就会翻译竣工的意思 チェックが厳しい 汚れる 白い服は汚れやすい 印 星の印をつける 一着 スーツ一着 仕上がる 工人が仕上がる 工人が仕上がる 次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じゃあ、見てみましょう じゃあ、見てみましょう 常用表達 クリニング屋さんでの 関与表現ですね 席店の常用表達 非常簡単的句子 我们一起看一下 第一个 コードをお願いします コードをお願いします コード什么 就是来自英语的单词 英語から聞いた言葉ですね 这个也是 风衣外套这个意思 对不对 コードをお願いします お願いします在这里 麻烦了 拜托了 那么在固定的场景 刚刚洗手机也讲了 你在干洗电 对这个电源说的时候 那肯定是麻烦 你要洗这套衣服了 就翻译成 清洗这件外套 对不对 コードをお願いします 那么你如果要是在 在咖啡馆里面 你要说 コーヒーをお願いします 那发生什么 麻烦你给我来一杯咖啡 所以这个お願いします 很多时候呢 要根据实际的场景和环境 要灵活的翻译就OK了 它有这样的各种含义了 是不是 在这里是 コードをお願いします 麻烦你 清洗这件外套 好了 我们看一下第二句 第二句 このすずをお願いします 是 是是刚刚洗手机讲了 指的是成套的衣服 也只成套的西装 成套西装 この四指 请干洗这件 西服套装 この四指をお願いします 在干洗店 麻烦你帮我清洗一套 干洗一套西装 下面这句 什么时候能洗好 いつごろ出来上がりますか 出来上がる 或者用刚刚我们学过的 仕上がりますか 也OK いつごろ 什么时候能够出来上がります呢 就能够洗好呢 仕上がります也OK いつごろ出来上がりますか 下一句 いつ取りにくればいいですか 什么时候来取好呢 我什么时候可以来取 字面的是 いつ取りにくる 在这里呢 是用它的假定形式 くる くればいいですか 假如我什么时候来取 就是好的呢 字面的也对不对 那我什么时候来取呢 大家把这句子 给它记住 当做一种固定的模式 去用 非常实用的成本 如果大家在日本 去这个クリーニング屋さん的时候 就会用到它 いつ取りにくればいいですか 什么时候来取呢 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 コインランドリー 再次出现了 コインランドリー 稍后我们马上去讲一下 字就是11点 这样意思 では 次の表現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再来看下面的表達 好 也很简单 很短 是不是 お急ぎですか 急ぎ お急ぎですか 那您早急吗 您需要快点取 这样意思 お急ぎですか ちょっと急いでます ちょっと急いでます 有一点点早急 ちょっと急いでます 我比较早急 是不是 急ぎます 急いでます 大家记得 日本人问你早急的时候 你可能早急吗 早急可能会加快点速度 是不是 お急ぎですか 你说我早急 可以这样说 ちょっと急いでます 你比如说 你在饭店 买一些外卖 点套餐的时候 它如果装度比较慢的时候 你可以跟他说 あのすいません ちょっと急いでますので 早く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能不能快点 这样子 ちょっと急いでます 急いでます 有点早急 下一句 这个是现在付钱吗 お金は今払いますか それでも取りに来る時に払いますか 就是来取的时候付呢 这样去问就可以了 お金は今払いますか 这个句子也非常常用很实用 你是多想问 是现在要付钱的吗 就要这样说了 お金は今払いますか 払います是付款付钱的一个意思 好 你看这有一个照片 クリニング クリニング 最次的一个 是非对ある クリニング いいですか 皆さん じゃあもう一度読みましょう お急ぎ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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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ょっと急いでます ちょっと急いでいます あさって取りに来てください お金は今払いますか では次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好 我们看 第一章有点长一点 ここに小腰がついちゃったので ちょっと気をつけてやってください ここに小腰がついちゃったので ついてしまった こういう文法 在山じゃんよら 農山じゃんよら ついちゃったので ちょっと気をつけてやってください 気をつけて注意し 重点はまたし下 这样一个意思了 下一句 いろおちしやすいので 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非常常用的洗衣服の表達 我们刚才讲的是白色的衣服容易脏 是不是 広い服は汚れやすい 那怎么用来的用法 刚刚西教授刚讲过 将冬生ます行去到ます 加上やすい 表示意语怎么怎么样 是不是 那在这里呢 也是いろおちします します把まち就变成しやすい 就是容易异于弱色 掉色ので原因的 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请注意 后面就很简单了 是不是前面的いろおち 要需要記一下 いろおちしやすいので 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好 下一句 この汚れは取れますか 汚れ 这次刚刚遇到的那个动词 汚れる 把露去掉 也是他ます型 汚れます 去掉ます 构成的名詞性用法 名詞 脏 脏的地方 この汚れは取れますか 取れます 在这里是动词的什么形式 大家能看出来吗 很多 注意的东西 已经看到了什么 是可能形式 对不对 取れます的可能形式 就是能洗掉吗 能够去掉吗 この汚れは取れますか 这个脏 脏的地方能去掉吗 好 下一句 我们来看一下 しみ抜きをお願いします しみ抜き しみ抜き是什么 就是去掉衣服上的污点 しみ抜き呢 本身的意思呢 就是去掉污点 去掉污迹的意思 啊 你这件衣服穿了很严重的污迹 可能自己呢 承擦自己在家洗呢 家で承擦すると まあなかなか落ちない 对不对 可能不太容易洗掉 しょうがなく 啊 没办法了 クリーニング屋さんで やるしかない 洗うしかない 只有在那个 啊 这个这个 干洗点啊 洗点去洗 那这个时候呢 拿去的时候 你可能要跟他说 我的目的就是啊 我想去掉衣服上的污点啊 しみ抜きをお願いします 就是要去污点啊 就是特别难去掉的东西啊 しみ抜き 所以拿到这个 洗点去洗 这个时候我们 しみ抜き啊 目的性比较强一点 しみ抜きをお願いします しみ抜き啊 就去掉污点 这样一个意思 先生 皆さん 第一句在这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点长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ここに 小油が ついちゃったので 这里 在山 能算 这样 ちょっと 気をつけて やってください 注意点 小油が つく ついて しまったので 在山 这样 色を 落ちしやすいので 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色を 落ちしやすいので 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この汚れは 取れますか この汚れは 取れますか しみ抜きを お願いします しみ抜きを お願いします では 次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下一个 来取的时候 请大致南総句 取れにいらっしゃるとき このレシートを お持ちください 取れに来るとき 对不对 在这里用 いらっしゃる 尊大语 对 取れにいらっしゃるとき 就是来取的时候 このレシートを お持ちください レシート レシート 什么东西 就是小票 收据 我们在超市 买东西 你交了多少钱 是否 马上打回来 票据 然后把它撕下来 叫レシート 这个东西 小票 我们来看一下 照片中出现的 就是レシート レシート 这照片 我们可以看出来 是什么 711 就是 711便利店 レシート 你在便利店 买东西的时候 就会有小票出现 这个小票 我们中文就叫小票 或者叫收据 就叫レシート これはレシート ですね レシートと言います 大家记住 这个叫 レシート 就是小票 在日中 还有另外一个词 比较正式的时候 收据发票的时候 我们还有个词 叫做什么 叫做领收书 留修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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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修修呢 也是收据小票的意思 但是 レシート呢 更多的指的是 在超市 便利店打出来的这种 我们叫 レシート 而留修修 留修修可能更正式 比如你在 交学费 在日本学校 你交了多少 多学费之后 学校给你看去一个 留修修 比较正式的 然后要盖戳印章 这样上去的 比较大的那种收据 那个时候 一般的就不叫 レシート了 叫レシート 就稍微的有点 不恰当的 那个时候就叫 留修修 更正式一些的 一个数据发票的说法 大家记住它 领收书 留修修 好吗 いいですか 皆さん 而这种小票 通常没什么用的 可能你拿到了之后 有可能把它弄掉了 马上的这种 我们叫做 レシート 多一点 好 请大家 小票过来 我们看第二句 これに アイロンをかけてください アイロン アイロン就是 电运斗 比如说 你有些衣服有褶皱 你需要运一下 烫运一下 我们怎么说呢 叫做 アイロンをかける 运衣服 これに 往哪上去运 就用逆袭表面 付照 これにアイロンをかけてください 就是 请帮我烫一下 烫下这个衣服 烫运一下 的意思 大家记得 アイロンをかける 是运衣服的意思 有褶皱 我要运一下 好 下一句 これは水洗い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水洗い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我们在洗店呢 通常呢 是这个ドライクリーニング 干洗的比较多 但有的时候 有些衣服呢 不能干洗 或者不适合干洗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水洗 然后用水洗 水洗 这个可以用水洗吗 再问一下 して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吗 允许吗 这样一句 下一句 没有收据 我不能把衣服交给你 这个意思就是 你来取衣服的时候 一定要拿收据啊 日本人很讲规矩的 很严格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啊 那么レシートがないと服は渡せません レシート 再次强调 レシート小票 收据 你这个小票不拿的话 我这个衣服就不能给你 不能证明这衣服是你的 是不是 レシートがないと 这里是个假定句了 假如字面的意思 假如你没有这个レシート的话 服は渡せません 渡します 是递给交给 那么它的可能态 渡せます 就是能交给 不能交给 那再用否定 渡せません 不能交给 是不是 那是可能性是 你要是没有收据的话 不能交给你 不能提供这件衣服 好 では もう一度読みましょう これらの文を もう一度読みましょう 对方的译字 取りにいらっしゃるとき このレシートを お持ちください これに アイロンを かけてください これは 水洗いしても いいですか レシートがないと 服は渡せません レシート 今日の重点 端子 一样 大家は 記住 レシート 小票 では 次ぐみてみましょう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句 大家就会明白了 比如说 看下第一句 会議の資料を準備しておきます 什么意思 提前准备一下会议的资料 就比如说明天可能开会 今天要把这个资料准备出来 为了明天的开会而用 这个时候我们就叫 準備しておきます 会議の資料を準備しておきます 在这里 準備します 就是动词了 是不是 它的提前叫 おきます 就是今天的用法 おきます 本身你可以理解为 它本身的意思是放置放在哪 这样一个意思 おきます 你可以理解为 就准备好放的 心里面这样就理解 就可以 就是为了将来的某种目的 而现在做某种行为 为了明天开会而准备好资料 你看第二句 先来读一下 午後から会議がありますので 会議室のドアを開けておきます 皆さん この文はどの意味ですか 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 先考虑看一下 这个句子是什么意思 もう一度読みます 午後から会議がありますので 会議室のドアを開けておきます 什么意思啊 我先看一下前面 它是个英国关系的 のドア是原因的 因为啊 午後から会議がありますので 大家都很清楚了 就是因为下午是有什么呢 有会議会议的啊 因为下午有会 后面的句是重点了 会議室のドアを開けておきます 会議室のドア什么东西啊 会議室的门嘛 DOOA英语的单词啊 を開けておきます 開けます是開啊 打开 就是为了下午的会議 而把门开开啊 可能是亮亮空气啊 放一放物理的味道 什么的 这样的一个意思 因为下午有会議 所以我先去把会議室的门打开 你开这个门 这个动作呢 就是为了下午的会議 为将来的某种啊 目的而进行的行为 这样一个意思 いいですか皆さん では次 明日友達が来るから ちょっとビールを買っておいでね 三番ですね 三 明日友達が来るから ちょっとビールを買っておいでね 这是一个提醒了 提醒是对方做模式的动作了 前面我们看一下也是一个英国关系的 から也是表示原因的了 明日友達が来るから 什么意思啊 因为明天 友達是朋友 对不对 明天朋友要来的啊 ちょっとビールを買っておいでね 買っておいでね 什么意思啊 啤酒 是不是 ビールを買っておいでね 就是买好啤酒放呢 而为了明天朋友来好喝 今天先买好 这样一个意思 好 我们可以翻译 因为明天有朋友过来啊 你把啤酒买好啊 ちょっとビールを買っておいでね 就买好放呢 这样一个字面的意思 为了明天朋友过来的时候喝呀啊 就是为了将来的某种啊 目的 而现在做某种行为 这样一个含义大人记住吗 嗯 刚刚呃 那个在那个 トリリング屋さん啊 在那个洗衣店啊 呃 这个脸做了衣服的零子啊 襟の方がちょっと汚れがひどいですので啊 是不是啊 他说零子那边的脏 比较脏一点 然后 然后电视警察说啊 確かに汚れてますね 就是比较脏一点 是不是 それでは しろしをつけておきます 那 那我做一个标记吧 つけておきます 就是想要忘了啊 难免会忘 是不是说你记下这个标记 为了将来不要忘记它 那つけておきます 对不对 也是用在这个用法 大家能理解吗 把记一下哈 就是天然家 奥 置きます 三个意思 いいですか 皆さん では次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拓展单词啊 拓展智慧 都是跟洗衣有关的一些 不是很多啊 大家来读一下 第一个 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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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高点哈 洗涤啊 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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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洗或者是洗好的衣服 我们叫洗漱物 洗衣服 洗衣服 洗衣服的时候要放洗衣粉 洗衣罩 或者是洗衣液 叫 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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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 ポケッ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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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的口袋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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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ドライクリーニン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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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洗 那么家这个ドライ呢 才是有干洗这样一个具体含义的 它的干洗的全称叫做 ドライクリーニング 这是完整的干洗的说法 有的时候呢 简单的说成 ドライクリーニング 也代表干洗 这样一个 其实完整的说法是 ドライクリーニング いいですか 皆さん 好 下一个呢 是投币式洗衣机 或者自助洗衣房 コインランドリ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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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式洗衣房 等一下再送小尝试的时候 席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它 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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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迫 漂白 水洗 用水洗 書 使用巫腿 有时候买西装 或甚至牛仔装的时候 那个裤腿要长一些的话 我们要到那个店里面 或者在买的地方 去给他牵一下裤腿 咱们中国可能讲牵裤脚 是不是 或者把裤脚剪短一点 然后再给他 用机器给他弄好 在这里就修裤腿了 牵裤脚 那在日中怎么说呢 就是使用裤子的腿 把它这个长短 给他修一下 使用裤子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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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表示礼貌和客气的 这样我主要裤子的腿 再次用裤子的腿 这个腿就在IFMAC 洗脚 洗脚 洗脚物 洗脉 洗脚物 洗脉 洗脉 ポケット ポケット 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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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 袖 ドライクリーニング ドライクリーニング コイナンドリー コイナンドリー 汚れ 汚れ 漂白する 漂白する 水洗 水洗 おすそあげ おすそあげ では次を見てみましょう 皆さん頑張ってください 加油 今天クリーニング屋さんで 在洗衣店的生活小常識 今天的一个小常識有什么呢 在日本每个城市都有很多的 自動投币洗衣房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自动投币洗衣房 或者自助洗衣房 这样一个意思 クリーニング屋 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吧 好 就是右面的这个クリーニング屋 红色这个自助洗衣房 那洗衣房虽然大多时间是无人看管 但是非常干净整洁 通常是24小时开放 全年无休的 洗衣房通常有各种规格的洗衣机 小刀袜子 内衣之类 大刀被子都能洗的 洗完之后呢 还能自动烘干 只要准备好一定的硬币 有些也可以使用纸币 就可以随时利用 洗衣店里也会有 备有什么呢 洗剂工人们购买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我们看这样照片吧 同学们 那之前啊 在刚刚的课程里面呢 也出现了这样的照片 什么呢 左边的是 クリーニング 右边的是 这样放在一起并排 经营的这种情况啊 クリーニング就是洗衣店 有人经营的 也可以干洗 对不对 那么 通常是没有人在哈 这样的一个自住洗衣房啊 去投币去洗的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日本实景拍摄照片啊 那这有一句话 也写的是什么 天鹰 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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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 清洁 放心的 反正我 店员大 有很多人 他会去偶尔检查一下啊 这样有一批 这个 所以 万一 昨天 这市已 系老师给大家拓展一下 一个是senta cookie 什么意思啊 洗衣机怎么说啊 你在这个coinland里里面有senta cookie 你自己家里面可能也要有senta cookie 在日本 我们不是说每件衣服都要拿去洗的 要自己洗的比较多一点啊 senta cookie de araymas 用什么呢 洗衣机洗 对不对 那你洗衣服的时候要放这个洗衣液 洗衣粉 我们叫做 神灾啊 神灾刚刚遇到了这个单词了 洗滴剂啊 いいですか senta cookie senta cookie 是洗衣机的说法 では皆さん 今日の授業は終わりです 皆さん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さようなら